所以這也太緊張了吧 今天傅昆琦跟柯文哲兩個人見面 見面當然就握手握手 當然就寒暈寒暈去講了一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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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沒想到柯文哲嚇死了說 我全身著火了 你還要我加油 沒錯 事實上柯文哲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全身著火了 而且現在的火越燒越大 那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原本的三大B案 台資光 北市科跟金華城之外 現在又踢爆了兩個 疑似也是B案的 一個是南港轉運站的BOT案 另外是萬大的果菜市場改建案 現在越扯越多 不是 我今天看到那個 第一果菜市場的改建案 我更果大 我就是萬華人 今天空拍出來了 這種東西要110 對 好 大家都無法接受 而且BOT還沒有蓋好 那北市科也沒發展到底在搞什麼 所以現在B案恐怕會越來越往上 延燒了這個過程 所以他被說全身著火 這是不是講假的 他是講真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對準他的單位越來越多了 調查局調查他 北檢調查他 檢檢調查他 現在很多單位出來 大家都想要辦 而且現在 寶姐 圍繞他身邊了 我覺得現在有一些不尋常的這個畫面出現了 第一個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說話 陳佩琪宣布說 欸 我在9月要提前退休了 他要退休 對 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最近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過去不是最愛這個媒體的光環嗎 最近呢 小草去念影的時候 把這個說了 媒體感慨 我不想接受採訪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大家要問他什麼問題 他不想要面 不想面對那些問題 而且寶姐 更詭異地出現了 你看 現在呢 這個很多這個檢出品不是說嗎 欸 你們這個做什麼 這個金華城是柯文哲蓋章了 排版決定了 就你知道 這個 我們這個戰狼小姐說什麼了 他是市長 當然是他啊 不然呢 所以那是 欸 現在有點回應啊 我覺得他到底是要害柯文哲嗎 他跟這個柯文哲有這樣的深仇大恨嗎 剛剛講到是 欸 金華城 都委會 市長沒有在裡面 以前你在都委會的案子 你都委會的事情 市長 照理講 你是不會牽扯在這中間 是你來證實 柯文哲跟金華城有關 你是拿刀戳向柯文哲 所以目前為止他們的反應來說 我看不懂他們在搞什麼花樣好 那我們就講 為什麼對柯文哲來說壓力很大 保健剎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柯文哲這個案子 包括說 北斯科的案子啦 或是台志光的案子 金華城的改建案呢 現在的檢調 真的是在調查中 而且調查的恩樣 還之前還媒體有個報導說什麼 啊 原本的這個所謂的 台志光這個案子啦 原本是這個調查局最早調查的 結果他還被人家檢討 說人家檢聯了 都已經有線索可以突破了 你們為什麼調查局還沒有突破啊 他們互相在那邊說 你辦的案太慢 辦的案太慢的一個狀況啊 那原本調查 所以我們常常講 買一件事吧 三個河上沒水喝 照講你如果是三頭馬車的話 你是各自為政 這個東西會緩過來 你沒有想到現在是檢查 北檢 廉政署 調查局 三方都磨刀禍禍 三方都要搶投降 保健 為什麼 因為新總統要上任 當然要做給新總統看嘛 那現在怎麼樣 你看我們講台志光 調查局現在被檢討說 你這個輸給這個廉政署 辦太慢了 辦太慢了 好 那再來是金華城 計畫者原本的調查局就說 我們年初就開始在調查了 我們就已經開始若干掌握了 那準備了立案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在做這個指揮了 結果沒想到保健 他們消息根本不夠零通 為什麼 因為廉政署早就已經開始做了 而且他們五月二號來說的話 調查這個已經分案 都已經分案完成了 結果沒多久之後 後來又有 每個單位每個單位 大家都要來辦 檢方也要辦這個案子 廉政署也要辦這個案子 調查局也要辦這個案子 大家都要辦金華城這個案子啊 大家都怕慢半拍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大家都要辦 所以你說這個案子會不會有可能 應該會成真嗎 大家都已經磨刀霍霍 準備砍向柯主席了 而且現在有兩個關鍵人物 剛剛講了 鄭明謙 準罰部長 其實現在是要上任的 檢查總長形態招 他們兩個是同學 他們兩個以前是最上下鋪的 現在是鄭明謙 邢太昭 兩人聯手辦案 對沒錯 事實上這一次呢 因為鄭明謙即將上任我們的法務部長 當然要磨刀霍霍 好他現在怎麼辦 這一次柯文哲的案子裡面來說話 事實上是鄭明謙 還有這個邢太昭兩個為主體 為什麼 這一次呢 把這個所謂的調查局 你看調查局都被繳械了 你這個金華城這個案子 太慢了 然後你這個台字光太慢了 現在這一次辦的是誰 辦的是檢方還有聯政署兩個部隊 那檢方跟聯政署呢 保證你知道嗎 事實上就直署 就過去這個鄭明謙 曾經擔任過聯政署 包括說他擔任過主任秘書長 副署長署長 還有這個任 所以他擔任過聯政署非常多職位 也就是說現在聯政署的所有人都是他 然後另外他有北檢的單位 所以這兩個可以說是他的核心部隊 所以一條邊 對所以這兩個核心部隊 對準柯文哲 你覺得柯文哲會怎麼樣 你有證據來說 他絕對會把你扮得這個金屍屍